好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我們介紹另外一種方式 那這種方式呢 你可以不用這個清單 不需要用到清單 他的方式是直接讀取檔案 那我們在 剛剛你那個單字表就是一個檔案 所以我們先來準備一個檔案 好 我一樣複製一下 一樣開記事本 然後貼上去 一樣把剛剛這些清掉 然後這一次我們存在D磁疊機 不要存在C 因為系統疊他好像有的不能開 那個windows不行開 所以我們乾脆就統一 存到D疊去 好 你一樣準備一個單字檔 然後等一下存檔的時候檔名不能用中文 檔案 另存新檔 存到D疊 存到D疊 好然後這個名稱 要用英文或數字 比如說A001好了 A001.txt 好 這邊一樣 這邊跟剛剛一樣 要選UTF8 好 這注意一下 不能用中文 檔名不能用中文 好 好 那我順便把它複製一下 等一下就不用打了 好 按存檔 那所以你的D疊就會有這個檔案 好 那我們就用那個 直接用檔案的方式去操作 好 好 所以我現在就不是用這樣子 就不是用這樣子 我用開檔案的方式去做 所以你剛剛這個 基目往下拉 會看到有一個跟檔案有關係的 一個是 開啟檔案有沒有 還有 讀取 本機資料 從 什麼檔 什麼檔案的 第幾行 好 那我們用這一個 那 這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要是剛剛你的檔案存放的位置 所以我就把剛剛的檔案打進去 而且它是在D磁疊機下面 所以我前面要加D冒號反斜線 這個這個的意思就是D的根目錄 就是這一個位置 D磁疊機 D磁疊機這個位置 它它打成英文字就是D冒號反斜線 這樣懂嗎 好 所以後面再加你的檔案名稱 所以你這邊應該有那個A001的檔案名稱 在這裡面 在這邊 這個就是D冒號斜線 斜線是左上右下 左上右下 然後A001.txt 你可以看到按右鍵內容 這裡會跟你講 詳細資料會跟你講 它的名稱叫做A001.txt 這不能打錯 少一個字多一個字都不行 好 那 所以我等一下的資料我是從這裡抓的 那至於我要抓第幾個資料 就用我剛剛的亂數 我剛剛的那個第幾項有沒有 有 然後可是這第幾項呢 一樣是用亂數去挑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這一個 繼續拿來用 就是我這個第幾項 第幾條 我是由亂數去挑的 亂數去挑的 但是這邊 他有沒有檔案長度 我們看一下 資料 這邊有一個資料行數 這裡就要改成資料行數 因為現在 現在我們要用的是檔案 而不是清單 所以他沒有這個清單的長度 但是他那個檔案 他有資料的行數 但是在抓行數之前 你沒有 你要跟他講說 我是開哪一個檔案 所以你一樣要讀取本機資料 這個 這個一樣要給他 你跟電腦說 我現在是要抓這個檔案哦 抓這個檔案 然後你要先檢查 這個檔案有幾行的資料 然後我電腦就去挑 我要幾號的資料 第幾行的資料 然後再去讀裡面的第幾行 這樣了解嗎 然後讀好之後 他的資料 這個第幾行的資料會跑到這裡 跑到這一個裡面 所以我在做跑馬燈的地方 這個就要換成 資料 換成資料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就變成這樣 哦 知道 所以我先告訴電腦說 我要從低磁疊機的這一個檔案 去讀資料 然後呢 我要抓的資料是第幾筆呢 請電腦自己用隨機亂數去抓 然後其中呢 最尾端就是最大的數量 我要先知道 先偵測 這個是在資料行數裡面 好 然後抓到的資料會在 會在這個資料裡面 所以我就讓跑馬燈去跑這一個資料 跟用語音去講這一個資料 好 好 我們試試看 希望不要漏氣 好 那個資料我順便打開 打開來看一下 那個資料A001在這邊 漏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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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好 那我們開始哦 好來各位試試看 原理就是這樣子啦 好 好